大樓住户怒气冲冲 他控诉的对象就是蓝太太 然后这个进来 你一直到最里面 这个有一条线 这边有47坪多 也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他应该我们把这边打开 让他们能够当停车场使用 原来这栋大楼 就在蓝太太经营的旅社隔壁 因为住房旅客停车位不足 蓝太太以2000多万 把隔壁大楼的地下一楼标构到手 计划当成停车场使用 是商业用地少部分 大部分都是仓库用地 你看上面都没有一些 消缓设施 作为停车场一定要消缓 自动杀水 还有泡沫的喷射的 他都没有 一方面担心大楼安全 另一方面住户忧虑 从地下一楼进出的车辆 容易在地下一楼发生碰撞 因为蓝太太要求 开启地下一楼的铁门 不准关闭 说你不帮我们打开的话 是要告我们那个 告我们那个 皇害自由 强制罪 蓝太太的女儿 否认妈妈枪要告人 也说目前停车场 还没正式使用 不是我们访客的 是他们自己住户的 应该大部分都是 他们自己住户 或是他们的访客 我们要对外观看营业的话 我们都会去做那个 消防设备 我们现在没有对外 我们现在都没有 要开始营业 而当大楼住户 正在大吐苦水时 另一栋邻居也来开骂 结果他每个月 租给人家两三万块 也是他收起的 邻居抱怨 蓝太太连共用的空地 也拿来收租金 蓝太太的女儿 否认让人摆摊出租收费 说明只有着收电费而已 看来蓝太太蹲金木林 做得不够好 记者何孟谦 黄被如台南报道 我对 如果 我对